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简易测量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是金字塔 骆驼 金字塔是世界上伟大的建筑物之一 那时候科技不像现在这么进步 所以你要怎么测它的高度 大概在2700年前 古希腊有个数学家叫泰勒斯 他发现什么 不管是金字塔 树木 还有木棍的影子的长度 都跟太阳的光线和太阳的位置有关系 他说当木棍影子的长度 跟木棍一样长的时候 在这边 木棍影子的长度一样的时候 其实这是一个等腰直角的三角形 在同一个时间 金字塔的高度 金字塔的高度 在这边也会跟它的影子一样长 当然是要从底部的中心点 到影子这一段长度一样 用的是什么道理 就是我们之前 这两个三角形是相似三角形 刚好是45度的时候 它的两股是1比1 它利用到这一个 来测量 那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是太阳光 是一个平行光源 这个时候呢 有平行存在 结果有 童和脚相等类似这种概念存在 那我们这边只做简易的测量 那比较复杂的三度空间的一些测量 我们国中不讲 我们你要等到高中的时候才会有 我们国中就简易的测量而已 好 在善变的情况 是否一定要在木棍的影子场 跟木棍的长度相同的时候 才可以测金字塔的高度 那一天大概只有一小段的时间 会出现长度一样 就木棍的长度跟影子一样 搞不好那时候没有太阳那怎么办 那我们呢 已经学过相似三条形了 我们就用它的性质 来应用在生活中的简易测量 那这边要讲一下 几乎都是用到什么 两个指导三条形相似 因为我们讲过了 三条形的相似性质有AA相似 大概95%以上的题目呢 都用AA相似 那只要两组对应角相同 就可以说它是相似了 那如果是两个指导三条形 就已经有一组指导相同 你只要找另外一组 再利用太阳式平行光 或是别的性质呢 平行的性质呢 我们就很轻松的可以说出 两个指导三条形相似 所以是要找一组 找一组对应角相等就可以了 大概都是用这个方法来做后面的题目 那泰勒斯呢 西元前真的有这个人存在 他是哲学家 集合学家 天文学家 利用影子算出金字塔的高度 就是现在我们把这个故事呢 流传下来的 还有呢 他利用三条形的相似 测量出海上的航行的船 距离陆地有多远 那泰勒斯呢 比较有名的例子 还有一个 就是驴子很聪明 他背着盐巴 驮着盐巴 他发现我只要泡到水里面 盐巴就融化掉了 他背上的重量就会变轻了 那泰勒斯呢 为了要修理这些驴子呢 他就有一次让他装棉花类的 棉花类你碰到水会变怎么样 更重 那驴子后面呢 后来听说就 不会再做泡水这个动作了 当然这是后来的人 穿枣忽慧的故事啦 都是几百年后的事情 现在看到泰勒斯这个脸也是想象化的 不是真的长这样 那时候没有留下他们的照片 或任何 可以描绘出他 连形的 图片统统没有 这是后来想象化的 我们看一个例子 利用相识型来测量数的高度 在这边 示意图在这边 小炎的身高160 小炎身高160 公分 在下午测得他被太阳照出的影子是200公分 2公尺 同时间 数的影子是5公尺 要你求数的高度 重点是在同一时间 为什么 同一时间的话太阳光线 A B跟D是平行光 平行光就有什么 就同位角相同 那就可以 说他们A相似 我们讲一下 因为有平行光 同时间 同时间 同位角相等 本身又有直角另外一组 对应角 所以A相似 这两个色号型就A相似了 OK 好 那假设数的高度是X 那你要让单位都一样 所以我们统一用公尺 统一用公尺 看一下 1.6比上X 对应别人会等于什么 2比什么 5 2比5 那你用内相机 外相机 就可以求出X等于4 所以输入高度等于4 那这是为了 整个题目完整性 你要去说明 这两个色号型 A相似 如果是选择填充 你这样做就怎么样 就速度就漏掉了 那怎么办就看嘛 对应变2 变5 是不是乘以5分之5 那就把1.6 直接乘以5分之5倍 就知道它的高度了 这样比较快 就不需要去说明它相似 那如果是要严谨一点 比如说非选题的话 你就大概要说明一下相似 不然的话是拿不到满分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字怎么来 你这个比例线段怎么来 是因为相似 对应变成比例 对不对 那所以你必须要先说明它相似 那大概都是用AA相似 我们后面的题目 几乎都是用 两个资料三角形相似 来做一些简易的测量 那这一题是利用小银的升高 来测量书的高度 所以你看一下 所以你看一下 它1.6 2不见得要相同 不见得相同的时候 你就这个时候就要 再麻烦一下要去做什么 做比例线段 列出一条比例线段 再利用内相机 外相机就可以求出来 数的高度是4公尺 来水塘练习 小银身高170 在某个时刻内测得 它被太阳照出来 影子长度是85公分 同一时间 要平行光的概念 同一时间太阳是平行光源 附近一栋建筑屋的影子 15公尺 要测测建筑屋的高度 你也不是蜘蛛人 爬不上去 大家在测一下就可以 OK 那怎么办 你看一下 它呢 影子 85公分是0点多少 0.85公尺 那我们通把弄成公尺 把170公分弄成 1.7公尺 OK 画个简单的示意图在这边 他们因为平行光源 所以AB跟DE会平行 所以角1跟角B是怎么样 同位角 平行同位角在相等 又两个都是直角 再要行 夹杀是Y OK 列出一条关系是 这题目它就用选择点钟来讲 就没有去说它 特别说明它相似 好 那 A7比对应变Y 会等于0.85比15 你用内相似 小新 这边是小数的计算 你可以通通给它乘100倍 让它小数变整数 好 看一下你也可以怎么比 你也可以说 这个0.85比1.7 跟15比Y 你可以自比 等于自比 你也可以它比 这只是内相交换 或是外相交换 这个概念而已 就可以求出呢 这个建筑的高度是什么 5公尺 好 同学看我们还是利用什么 利用两个知道是好行 好 利用两个知道是好行 好 所以建筑的高度是30公尺 强调是要同时间 就是说光 这样光线是平行光 才要平行 好 这个题目呢 要测量核的宽度 有三个示意图 假设这个核是一个平行的 那 小E呢 站在A点 要测核的宽度 就是AB的长度 我们把它想象成这样子 然后呢 它说我顺着核宽垂直的方向 一直走20步 到C点 再走5步到D点 OK 然后呢 再从D点呢 走一个D 走一个D的距离 这时候呢 E点刚好跟什么 C 跟B 乘一直线 乘一直线 好 那我们利用这两个 只要三号行 如果可以刷相似三号行 就可以 求出核的宽度了 我们继续看一下 好 假设每一步的距离都相同 生意图在这边 20步 5步 这是2公尺 那刚 刚没有告诉你几公尺 现在告诉你2公尺 问你这几公尺 好 那需不需要知道 5步 或是每一步的距离是多少 不需要 好 不需要为什么 看一下 垂直 同时较90度 这两个 通通垂直 AD的 所以AB跟D会平行 同时垂直 某一条直线的两线段 或两直线 会互相平行 OK 平行 这两个是内错角 不是同位角 平行线 V1是一条结线 这是内错角 相等 OK 所以 简单的说到A相似 再就可以列出比例线段了 列出比例线段 习惯是我们会把要求的 AB 优先列出来 他比2 会等于20步比5步 那这边其实是20步比5步 那因为他每一步距离一样 所以步的长度都可以约掉 OK 那这边是公尺 几公尺比2公尺 可以算出内相机外相机 5倍的AB等于40 所以AB等于8 等于是球出 合的宽度是8 那这个是我们从 空中往下看的平面图 我们还是一样 强调简易测量都是在平面 还是利用什么 两个指导三小型 AA相似 他送你一个直角 你再找一个角 对应相等就可以了 所以简易的大概都是这样子就够了 好我们再来做一题 小圆利用三条形相继续测核宽 核柳在这边 所以核宽是第一线段 在这边 核宽是第一线段 那测出来 这个是直角 然后题目有画这个符号 你就把它当成直角 如果图形没有这两个 就不可以 小1是共用角 所以这小三角形 CDE跟这个大三角形 ABE 它就AA相似 一个共用角 另外两个都直角 OK 那你证文它相似了 老师把数据标上去 10 4 9 那这段 你自己假设 要求的是核宽 假设核宽是X公尺 有相似就可以用比例线段了 OK 那假设它是X 好 然后呢 你有两种方式来解释 第一种是用现在 小三号型 大三号型 AA相似 所以 大骨 比大骨 就X 比X加9 会等于这边的小骨 比小骨 4比10 那利用内向G 的外向G 4X加36 会等于呢 4X 移过来 6个X 从除以6 得到6等X 那边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就是我们之前讲过三角形里面 有平行线段 就平行线J比1线段性质 上半身X比全身X加9 或是9加X 会等于平行线段的比4比10 那时候我们有讲过 我们后面会有相似三号型来证明 等于就是用相似三号型的AA相似性质来证明 这个 比1线段的这条式子是正确的 那是我们之前呢 我补充讲过的一个地方 现在我们把它用在 用出来了 好再开一提 这是个湖泊 要测它的宽度AB 然后它测量 出这个样子 那一看是不是两个 这条三号型 有没有相似 第一个 有一个直角 有对顶角相等 所以就AA相似 OK 那你 4 比6 是乘以2分之3 对应边嘛 4要变成6是乘以2分之3 那你要的 10 乘以2分之3 就等于对应边 23 2分之3是1.5 乘以1.5倍 OK 所以4乘以1.5 变6 那同样道理 10乘以1.5 就缩放1.5倍 就变15 所以当然就是15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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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